人过五十,绝不要随意亮出三张底牌,愚蠢的人到处炫耀。 听国学故事,知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订阅一记说。 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些人总是喜欢向身边的人去炫耀自己拥有的东西, 这种现象并不只存在于年轻人之间, 而往往是那些人到中年或是老年的人越喜欢炫耀, 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年龄的成熟, 而心智也跟着成熟,或许是因为医生并没有值得令人赞叹的东西, 所以才会想要通过炫耀让别人对自己投来羡慕的目光, 以此来满足自己内心的虚荣心。 虽然说人过五十之后,为人处事应该变得成熟一些, 更应该明白,有些话能说,有些话最好藏在肚子里, 但那些愚蠢的人总是会不停地向别人炫耀自己的三张底牌, 聪明人从不说。 插个题外话,关注小编,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订阅,好了,言归正传,自己接触到的权贵。 人过五十,是指当一个人达到了五十岁以上的年龄阶段, 在社会生活中,这个年龄段通常代表着一个人职业生涯的高峰期和人生经验的积累, 然而,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应当特别小心地处理自己与权贵的关系, 并尽量避免随意暴露出自己接触的权贵。 首先,随意暴露接触的权贵可能引起他人的嫉妒或不满情绪, 社会分层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权利关系, 暴露与权贵接触的事实可能会引发其他人对我们的不满或嫉妒, 这不仅会在日常生活中引起一定程度的尴尬, 还可能诱发其他人的敌意或报复,甚至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特别是在某些政治敏感的环境中, 权贵的身份可能涉及到政治权利, 过度炫耀可能被认为是对当局的挑衅, 进而招致麻烦。 其次,随意暴露自己接触的权贵可能给自己带来无形的压力和期望, 权贵通常是社会地位高,影响力大的人物, 如果我们在公开场合频繁提及自己与权贵的接触, 就会被人们寄予较高的期望和评判标准, 这可能导致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承受巨大的压力, 感到自己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这对于已经年过50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此外,随意暴露接触的权贵可能会破坏我们与权贵的关系, 权贵之所以选择与我们接触, 是因为我们在某些方面给予了他们价值和帮助, 如果我们过度炫耀与权贵的关系, 不仅可能让权贵感到被利用, 还可能打破我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 权贵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 他们需要相信与他们交往的人是真诚的, 而非出于个人利益和虚荣心。 最后,随意暴露接触的权贵可能引发财产和人身安全的风险, 权贵通常掌握着丰富的资源和权利, 暴露与他们的接触可能会引发某些人 寄予我们的财产或企图对我们进行攻击, 特别是在一些社会不稳定的环境中。 我们的身份和关系可能会成为别人的追逐对象, 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 我们应当谨慎对待与权贵的关系, 避免过度炫耀和暴露。 综上所述, 人过五十后, 我们应当谨慎处理与权贵的关系, 并尽量避免随意暴露与他们的接触, 这不仅是为了避免对自身带来不必要的困恶和威胁, 也是为了维护我们与权贵之间的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在社会中, 我们应努力保持谦逊和低调, 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成功和权贵, 暴露自己真实的社交圈。 人过五十之后, 随意暴露自己真实的社交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困扰。 首先, 五十岁之后, 个人的社交圈往往已经形成并且稳定和相互之间建立的关系, 也更为密切。 这个社交圈代表了个人的人际关系网和社会地位, 因此在公开自己的社交圈之前应该慎重考虑。 首先, 社交圈暴露可能会导致人际关系的混乱和冲突。 在五十岁之后, 个人的社交圈往往包括家庭成员、 亲戚、 朋友、 同事以及一些熟人等, 当自己的社交圈暴露后, 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和争执, 甚至可能导致关系破裂。 因此, 为了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保持适当的保密是明智的选择。 其次, 过度暴露社交圈可能会导致隐私泄漏, 在现代社会, 隐私保护越来越重要, 因为隐私泄漏可能会导致身份盗窃, 骚扰甚至其他潜在的危险, 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 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 个人信息可以被轻松获取和滥用。 因此, 五十岁之后的个人应该审慎考虑 自己是否愿意把个人的社交圈公之于众, 以避免隐私泄漏的风险。 在此, 过度暴露个人的社交圈可能会引发社会压力和期望。 在五十岁之后, 很多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 财富和成就有一定的期望, 一旦个人的社交圈暴露出来, 可能会引起他人对自己的评判和比较, 这种评判和比较可能会给个人带来压力和困扰, 甚至可能影响到个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因此, 为了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 适度保密是必要的。 最后, 五十岁之后的个人应该更加重视个人安全和安全隐患, 随意暴露社交圈可能让潜在的犯罪分子或不法分子有机会攻击个人或家庭, 例如入室抢劫、诈骗等等。 因此,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个人应保持适当的保密, 避免给不法分子提供便利。 总之, 五十岁之后的人要谨慎选择是否暴露自己真实的社交圈, 保持适当的保密, 有助于维持个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 防止隐私泄漏和避免社会压力, 同时保护个人和家人的安全。 因此, 在公开自己的社交圈之前, 要慎重考虑并权衡各种可能的后果。 自身的经济实力 首先, 随意暴露自身的经济实力会引来不必要的负面注意, 人到了五十岁使人生经历丰富。 资源积累较多的年龄段, 如果过于炫耀自己的经济实力, 很容易引来别人的嫉妒、嘲笑或者攀比心理, 从而损害自身的声誉和形象, 在社交场合中, 人们更加看重一个人的品德和才华, 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实力。 其次, 随意暴露经济实力会增加被骗的风险, 随着岁月的积累, 五十岁的人很可能拥有较多的资产和财富, 如果随意展示自己的财富, 会让一些不良分子或者骗子产生觊觎之心, 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来获取你的财产。 对于五十岁的人来说, 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不要随意暴露自身的经济实力是必要的防范措施。 此外, 随意暴露经济实力会给自己带来压力和困扰。 五十岁之后, 大部分人已经进入了退休阶段, 享受生活是他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但如果经济实力暴露, 会让人们对自己的期望更高, 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压力, 因为不少人会对你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 此外, 还有可能会有人抱着图谋不轨的目的接近你, 为了避免这些困扰和压力, 不随意暴露经济实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最后, 过于暴露经济实力可能会导致朋友圈变得不纯粹。 五十岁之后, 人们应该注重与真心朋友的团结和相互支持, 但如果过于暴露经济实力, 可能会吸引一些虚荣心强的人进入自己的朋友圈, 因为他们只关注你的财富而不是你本身。 这样的朋友是不真诚的, 当你财富不在时, 他们可能会退出你的生活。 一个纯粹的朋友圈应该是基于共同的兴趣, 价值观和情感连接, 而不是基于经济实力。 综上所述, 五十岁之后的人应该懂得保护自己的经济实力。 不随意暴露,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负面注意, 防止被骗, 减轻自己的困扰和压力, 还可以保持一个纯粹的朋友圈。 人生的价值应该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实力, 而是在于真诚的友谊, 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社会的贡献。 一个人到了五十, 人生已经过去大半, 这是沉淀的好时机, 此刻的人应该沉下心来想想, 后半生如何去保住自己前半生拼来的这份殊荣与财富, 而不是总想着向人炫耀那些年轻人犯的错, 到了这个年纪就没有必要再犯了, 年龄越大越要沉得出气, 越要收敛心性, 稳扎稳打地走好每一步, 古话说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已经到了人生的中转站, 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让自己去随意折腾, 合作一些无谓的消耗, 这不过是坑自己罢了, 保持沉稳持重才能不辜负自己曾经曾经走过的那些时光, 感谢您阅读, 赞赏与分享本文, 感恩您点点订阅, 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 请积极参与留言, 与大家一起分享。